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时间和日期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GS中时间的使用方式 GS中提供了Date类型来处理日期和时间 Date也属于引用类型 所以说呢如果咱们要获取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直接创建一个Date类型的对象就可以了 咱们用Alert显示一下 Date运行 咱们先用火壶看一下 它显示的格式呢 看一下稍微有点费劲看起来 MON这个是星期几Monday 今天是星期一 然后呢May 5月份 然后呢这个是9号 5月9号 2016年5月9号星期一 这是当前的时间 然后后边JMT 然后加这个什么意思呢 JMT呢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然后咱们中国呢属于东巴区 这个是加表示这个东巴区的意思 好的 然后呢咱们再用火壶 用谷歌浏览器看一下 这看一下稍微有点区别了 当然了也是先是星期几 5月 然后呢9号2016时间 然后呢也是这样 格林尼治时间 然后东巴区 然后后边多了一个什么 中国标准时间 咱们再用爱意看一下 这个爱意的显示方式呢 和这个什么谷歌的显示方式一样 有时候不同的浏览器呢 显示的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但是呢区别不大 这是如何获取系统时间 另外呢咱们创建时间呢 也可以这样来创建 使用一个什么 数值 比如说1000 这个呢默认它的单位就是毫秒 毫秒 那么这个1000毫秒 对应的是哪一个日期和时间呢 这个大家注意了 这个它默认指的是 从1970年1月1号什么 八点开始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1970年1月1号八点钟 八点钟开始算 走过1000毫秒之后 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就是这个所代表的时间 那么大家算一下 从1970年1月1号八点 走过1000毫秒 1000毫秒就是一秒 所以说就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 八点零 呃 就是一秒钟是吧 一秒钟呢 也就是零分 零分 零秒 一秒 对吧 那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时间 第一 进行 大家看这个时间 这个1970年 January 1月1号 大家看一下 八点零分 一秒 啊 这个大家要会会要要清楚啊 就是说他默认指的是从1970年1月1号八点这个时间开始算走过这么多毫秒之后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们得到的就是相应的这个时间 好的我们也可以使用什么使用好秒数这个指的是好秒数 我们还可以怎么创建呢 接着看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格式来创建时间比如说我想表示这个表示的时间是4月14号2008年的4月1号 4月14号咱们可以用字符串的形式直接写 然后alert看一下这个时间第二 注意啊这是字符串的形式 字符串的形式把这个注释 进行 大家看这个是April是吧4月14号2008年这个是什么Monday星期一 星期一 然后再看10分秒咱们没有指定 没有指定的话默认就是什么零时零分零秒啊 然后还是隔离泥制时间 我们再用谷歌浏览器运行一下 也是这样的 嗯 再用AE浏览器看一下 这样的是吧 它后边都带一个中文中国标准时间 这个文字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时间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啊 大家注意了 它得把这个时间转成相应的毫秒数 转成相应的毫秒数 然后再根据这个毫秒数去计算具体是哪个时间 那么它内部大家注意了 实际上内部怎么做了什么转换呢 内部使用了date.pass方法 使用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咱们第一次接触 date是代表的日期这个引用类型 然后在date里面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pass pass呢就是一个 但是大家注意到它的特点就是直接通过date去调用的这个方法 这样的方法呢我们称为静态方法 也就是说它内部是先这样的 date讲什么pass 然后呢 4 14 然后呢 2008 那么这个pass方法什么功能呢 它会得到 这个得到的是毫秒数 这个得到的是毫秒数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 相对1970年1月1号8点走过了多少毫秒 转成毫秒之后 然后它再去给转成相应的具体的时间 嗯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 它默认使用的是date.pass 用这个pass去进行了转换 转换成相应的毫秒数 行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创建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new date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是5月3号2002年 用这种格式啊 也可以的 这个呢是用斜杠间隔的 这个呢 只不过又用到什么了 用到大家不喜欢的这个英文了 是吧 5月3号2002年 然后咱们alert一下 第三 行 大家看 还是这种格式的是吧 这个是5 5月3号 Friday 星期五是吧 然后2002年的 10分秒咱们没指定 全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 咱们 处置一下 使用这种格式创建 date类型呢 它内部也是先使用 data.pass 转成毫秒数 啊 这个是一样的 内部也是先用data.pass 把这个格式转成相应的毫秒数 然后再给它计算成相应的日期时间 还有一种格式呢 是这样的 还是用字无串引起来 我们直接写这种格式就行了 比如说我用刚才这个 2002年5月3号这个时间 那么咱们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我直接创建日期时间对象的时候 直接写这种格式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再alert一下 第四 行 行没有问题 同样这种方式内部呢 也是使用了data.pass 先把它转成对应的毫秒数 然后再计算相应的时间和日期 一样的 下面咱们看一种现象 拿这个来说 我把这个注视掉 比如说呢 假设我这写错了 随便写了一些 咱们看一下 运行效果 先看一下火壶 火壶 火壶显示的是无效数据 invalid data 咱们再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这个它显示的什么 默认显示的是1月1号 2002年的1月1号 啊 咱这给的是年份呢 就是2002年 默认显示1月1号 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也显示无效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存在浏览器的兼容问题 是吧 存在浏览器的兼容问题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data.pass 这个方法造成的 是这个 因为它内部是先用data.pass 转成毫秒数 嗯 就是因为这个pass存在兼容问题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再比如说 我这呢 也写具体的月份 5月5号 呃 5月5号是正常的 咱们来一个35 32吧 5月32号 这个32号是不存在的 那你看 咱们先看一下火湖浏览器 这个显示的是什么呢 显示的是32号 这个是变成什么了 6月了 这个是6月 这个6月是 6月是诸文是吧 诸文6月1号 5月32号 也就是它往下顺延了 变成了6月1号 这是火湖浏览器 咱们再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就显示无效数据了 比如说不同的浏览器它不一样 再看埃月浏览器 它显示的是 这个跟火湖是一样的是吧 顺延了 6月1号了 5月32号 它给你显示成6月1号了 好的 咱们介绍了创建日期的几种方式 并且呢 这三种方式存在兼容问题 因为这三种内部使用的 都是PASS DATE.PASS 这个方法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